搭上冬奥的热潮 是不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在这个时候也来蹭热度呢 我们现在看到Google热搜的前十名 第一名是谁呢 就是杨永伟了 第二名是郑宜静 第三是卢彦勋 庄志渊跟奥运奖金 这些是Google热搜的前十名 也是啦 你看我们这几天看到好多 因为奥运传出的家机 他们的照片 他们的新闻 我们都每天都看得到 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 民进党人士来蹭热度呢 第一个蹭的是谁呢 就是总统蔡英文了 每天几乎都有 剖了一篇文章出来 来为中华建额加油 但一方面有人说 是不是就在蹭热度呢 因为包含了脸书所做的 分数影响力的评比发现 十名当中前有一半 都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这些人呢 包含他选手的社群的 追踪人数也增加了 当然这些运动的议题 都受到了青睐 但是有人就说了 会不会呢 这些新闻就是要 吸引年轻人 然后呢 撇以之前的经济舱之乱的阴霾呢 接下来我们要更多的冬奥的消息 就要交给特报主播 慧荣来告诉我们咯 慧荣 东交运最粗暴 带各位来关心到的 现在最新的赛况情形了 这边呢 我们现在秀出了 这整个的排行榜呢 可以看到现在啊 中华队呢 目前是两面的银排 还有两面的铜排 总共拿下四面奖排 因为今天呢 东京奥运是来到了第四天 中华队到现在呢 累积数量总共就四面 但是呢 由于我们还没有摘下手金啊 所以呢 总排名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挤到了第26名 当然今天还是非常有希望 我们继续努力 目前呢 可以看到是日本最多 然后呢 再来美国大陆 现在呢 我们看看能不能够 把名次再往前 因为今天是非常非常有机会 拿下手金的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 羽球双打男子组的部分 中华队派出的是黄金男双 黄麒麟 还有李洋 昨天面对的是来自英国的 雷昂还有文迪 在35分钟之内 以21比17 21比14 直落二漂亮赢球 取得了冬奥的首胜 而到目前为止呢 小组赛是一胜一败 世界排名第三的林洋沛 现在11点要跟世界排名 第一的印尼球王组合 两个人要来 第一次挑战奥运了 期许晋级发强 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 不过由于首战落败 所以现在晋级的形势 看起来有一些艰难 所以他们两个人 今天的重点 必须要立抗强敌 他们要拼球技 还要拼默契 一起来继续挺进 当然呢 这个是非常有希望的 不过今天呢 有一些可惜的消息 要来告诉大家 是我们的台湾蝶王 王冠宏游进了 200公尺蝶势的半准决赛 但是最新的赛况 刚刚真的太可惜了 因为他游出了1分55秒52 总排16取八 他排第13 非常可惜 所以无缘再晋级下去了 而昨天的预赛中呢 他其实是标出了1分54秒44的好成绩 今天等于是多了1秒多 而且呢 他在昨天的时候 其实就冲到了 分组排名的第一 总排的第二 这名次是很前面的今天真的是有一些可惜了 而他昨天呢 进入这个准决赛 1分54秒44的成绩 其实也刷新了他个人的全国记录 但是呢 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竞争 慢了1秒多就被淘汰了 而且最可惜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最大的竞争者 对手 他游出的是他昨天的成绩 真的是太可惜了 不过呢 我们就预祝接下来 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呢 王冠宏 他还有另一项100公尺的碟式 希望他可以再次的拿下好成绩了 而今天到底能不能够顺利摘金呢 以目前来说非常非常有希望 因为今天除了各项的精彩赛事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像桌球啊 羽球 拳击射箭射击 还有一项 举重 我们都知道 举重女神郭信淳 还有学妹陈文慧的赛事 我们现在讲讲郭信淳 大家对他都不陌生 对他非常熟悉 虽然他是59公斤量级2019年呢 还越级挑战了大陆的强将64公斤级的邓威 不断的挑战自我 这个是非常让人佩服的 其中郭信淳 他在4月份的时候的雅锦赛 他抓局110公斤 停局137公斤 总和是247公斤 横扫三斤耶 更是59公斤级的三项世界纪录保持人 他生涯拿过了雅锦赛 拿过雅悦 拿过市锦赛 市大运等等重大的赛事金牌 就是还没拿过奥运金牌 这一次是非常有机会的 而且非常有希望的 网友就问了 郭信淳这一次最大的敌人是谁 其实是他自己 大家希望说他可以稳稳出赛 拿下金牌不是问题 而等一下下午2点50分 我们一起来为郭信淳加油 另外有在关书他脸书的 就会知道郭信淳呢 其实昨天才 PO了一篇文 分享他的成长点滴 他非常有天分 也非常努力 但您一定想不到的是 他出生的时候 体重过轻 期待绕紧 胎位不振 有办法成为运动选手 这过程非常的坎坷 他是靠着体育的奖学金 来赚学费的 举重女神 风光背后付出了多少血泪 希望一切都能够在今天 有最好的回馈 另外也别忘了 他的学妹陈文慧 今天晚上6点50分 参加64公斤级A组的决赛 牙锦赛席卷三斤的他 已经在国际赛场上 闯出名号来了 加上大陆女将邓威 殷商没有参赛 还有北韩没有参赛 所以陈文慧非常有机会 成为超强黑马 那当然郭信淳的部分呢 我们都知道 他对他期望非常高 而且他非常有机会 在今天帮我们的奥运赛事 拿下手金 而他在台东的老家 乡亲们聚在一起 就是要替他来加油打气 一起来看 幸存加油 所有亲友都为你一起在家加油 也祝福所有参赛的选手 每个都能夺得佳金 你有跟幸存联络吗 没有让他专心比赛 让他专心比赛 怎么家人的心情现在怎样 很忙 很紧张 也不会紧张 因为他靠实力 自己的女的实力实在太强了 也不是说太强了 比较 比较稳 比较稳 所以大家家人今天都会聚在这边 很有信心 对 看比赛 我们都知道刚拿下混双铜牌的林云如呢 今天持续的力拼下去 他在南单32强首战是面对了瑞典卡尔伯格最终是以4比1获胜成功闯进了16强 而林云如首盘攻势呢其实是非常强势的 11比5率先拿下第二盘卡尔伯格状态慢慢的找回来人家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两边是9比9平手之后卡尔伯格11比9扳回一城 而第三盘林云如处理球是相当的细腻 让卡尔伯格他非常擅长的薄杀还有发力都没能够发挥 11比7拿下第三盘第四盘的时候林云如持续的稳扎稳打 虽然卡尔伯格有时候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不过呢林云如最终还是以11比7拿下取得听牌的林云如 第五盘的发球上面优势展现 而且他发挥自己在速度上的优势 这个是他的强项年轻嘛 最终是以11比9终结比赛晋级16强 同样的他的家人也是替他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混双的部分 昨天是拿下了铜牌也帮我们桌球史上的 第一组纯本土的奥运奖牌 而林云如关注度为什么特别高呢 就是因为他才19岁年轻有为啊 他的妈妈也非常感谢各界对他的支持 我们恭喜黄乐洲林云如 已搭代正一届前手在今晚的东京奥运 桌球混合荒大项目中得到铜牌 我们祝福我们子弟在街在地 为我们真话更上一层楼 对就是我想第一个当然要首先感谢各界的支持 我们其实从很小就投入桌球的这项运动 那其实真的飞路走来很多 不管是我们单位还有很多美军机构 都提供了蛮多协助 所以其实我想在出发前他们逗访 自己也提到说希望能够这个马克奖牌回来 所以我想尤其是混双是奥运第一次这样的项目 那大家都给他们很高的期望 那我想他们当然对自己也很有很大的期许 所以昨天的我想昨天的铜牌 当然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两个人来讲就是实现了他们初步的愿望 那也希望说他能够这个 因为一个其实肩负的三个项目 那那个人单打的部分当然也希望他能够尽全力 那其实能够走到这个世界的最高现场 所有参与者都是值得尊敬 所以就是要稳张稳打 还把握好每一场 线上的大家有没有杨太太的 赶快举手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这次东奥中华队柔道国手杨勇伟 在24号永多银牌 为台湾拿下手面 奖牌也刷新了台湾的柔道史 杨家仁呢 其实跟社区邻居在窄巷里面放鞭炮一起来同贺 从杨家仁住的老旧社区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们的经济状况算是普普 没有都太好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晚上的时候亲自到场来祝贺 也提到了这个地方连消防车都没办法通过 我们可以看到巷子真的非常窄 如果真的出状况怎么办呢 而且已经规划从另一侧来设维生道路 居民就大赞了 杨伟他自己的好成绩 他还不忘了要造福乡里 成为当地的佳话 有这样的好事 当然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回馈 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看待这些的运动选手们 而我们的好成绩还有哪些呢 大家可以来看到的是 中华设计男团合力摘营振奋全台 中华队三健克面对强敌表现非常成伟 其中呢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出了很多年轻的好选手啊 包含是年仅20岁的汤志军连标十分界 不过赛后他坦言 他说在金牌战的时候 其实紧张到全身都在发抖 教练就开玩笑说 人家南韩对实力真的是蛮坚强的 一度希望说如果风大一点 是不是就有可能躲下金牌 中华设计男团合力摘营 对上强敌南韩这史上最激烈的PK战 每一件都让全台屏息以待 唐志军年仅20岁 2018年拿下亚运金牌 是中华射箭队最年轻的奥运国手 连标十分界被网友封为是开湖MVP 战场上三健克表现沉稳 但唐志军说其实当时他紧张到 全身都在发抖 眼看南韩队气势如虹 不断标出十分界 看转播的台湾民众哀嚎声不断 三健克的每一个动作 都让观众的呼吸几乎被夺走 韩国就是他们的实力确实是很强 刚刚一度很希望说 可不可以风大一点 谁出谁影就不一定 隔了16年 然后这一次有机会 把我们拿到前三名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我小三年级的时候 我爸爸又看到就是学校有射箭队 然后就说要那就叫我去加入这样 27岁的卫军横和唐志军 都是上一回亚运的金牌 这回联手摘营 让全国民众超整份 教育教得好了 孩子的兴趣就让他们自留发挥 其实算蛮浓洽 就是大家也会讨论说 就也不光是射箭 光是平常生活也会一起讨论 22岁的邓宇成也是首度闯奥运 三健克一路攻下大陆荷兰 在奥运场上摘营 虽然最终没有设下南韩 但已经郑重全台民众的心 记者林新鑫 陈静怡台北 苍波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